这期视频呢咱们来讲讲人类弓箭的起源 首先呢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弓箭弓箭 大家觉得是先有弓还是先有箭呢 这个问题其实还蛮难回答的 就和先有机还是先有弹这个问题一样 如果是先有弓 那么世界上第一把弓发射的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是先有箭 那么世界上第一支箭是被什么发射的呢 中国古代呢也这样一个传说 说弩生于弓 弓生于弹 弹起于弩之孝子 意思是说弩起源于弓 弓起源于弹弓 弹弓是远古的孝子发明的 这个弹弓并不是咱们今天那种 鸭字形的皮筋弹弓 而是传统的弓式弹弓 西游记里二郎神用的金弓银弹 就是这个玩意 在描绘二郎神的古画搜山图中 二郎神身后的童子 就拿着二郎神的弹弓 肯定很多人要问 这玩意不会打到手吗 技术不好呢当然会啊 但是会玩的人比如我就不会打到手 中国古代的传说是这样子的 远古时代啊 人们靠吃鸟兽为生 死了呢 用茅草一裹就扔到野外去 有一个孝子 不忍心父母的尸体被动物吃掉 就发明了弹弓 驱逐鸟兽 由此还产生了一首远古的诗 断竹驱竹 非土竹肉 意思是砍伐竹子 再用绳子把竹子两头绑起来 发射土块 追逐猎物 传说到了炎黄时代 就有了弓箭 弦目为弧 眼目为尺 再然后储秦是觉得弓箭已经难大街了 不足以威震天下了 就发明了弩 显然中国古代传说给的答案是先有弓 在箭发明之前 弓发射的是弹丸 而且这个传说听起来还挺靠谱的 对吧 远古人类的原始 狩猎为生 死了一扔 但是很可惜 种种证据表明 中国古代这个传说应该是后世的俄传 首先 弓箭的历史远比皇帝时代要早得多 很多文物都能证明这一点 比如著名的奥兹兵人 这位欧洲古代的老人家 在5300年前被人杀死 因为死亡地点正好是冰川 所以随身的很多东西都被保留下来了 其中就包括了一把半成品木工 目前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工 是出土于丹麦侯姆高一树枣子地的 距今已经有8000多年历史了 中国境内最早的工 差不多也是8000年 出土于浙江跨桥湖一指 虽然这把工残缺挺严重的 但它不仅仅是中国最早的工 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的七器 全世界大部分民族都有弓箭 北到北极的印尤特人 南到南部非洲的布徐曼人 印度洋一些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 已经忘记了怎么钻木取火 但是依然知道制作弓箭 然而只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澳大利亚的古利人 在古利人接触其他人类之前 是一直没有弓箭的 他们受利用的投掷武器 是回旋标投毛器之类的 就是没有弓箭 古利人大约是五万年前达到澳洲 然后开始和其他人类隔绝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 弓箭的发明应该在五万年前之后 其实在弓箭出现之前 人类就已经开始用投掷长矛进行狩猎了 但是单纯靠人力投掷 威力有限 于是乎投毛性就出现了 人手在投掷的过程中 手臂运动的角速极限难以提升 但是只要加强运动半径 限速度不就上去了吗 于是乎投毛器就这么诞生了 一开始的投毛器 投掷的还是长矛一类的兵器 随着时间的发展 投毛器越来越精致 投毛也开始越来越细 越来越轻便 为了获得更高的精度 原始人类还给投毛器的弹药 装上了箭语 于是乎投毛器投掷的东西 从毛变成了带尾语的缩标 箭的雏形就诞生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没有提现那些 十七时代移植里出土的实箭头 因为无法确定这些箭头到底是 剑用的还是缩标用的 但是在投毛器的时代 人类已经发明了绳索 甚至很有可能 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利用 绳索和木头的弹性 制作锁套陷阱 那么突然有一天 一个伟大的原始发明家 把绳子绑在一个木棍上 尝试发售缩标 获得了成功 最原始的弓箭诞生了 这是一种将现成的树枝 简单处理后 做成了单体木工 这种弓至今仍有一些 非洲的游猎部落在使用 这种弓呢 威力极差 弓的力量小 弓身短 拉锯也很小 但这玩意发射的箭 能够戳到动物的肉里 这就够了 箭头呢抹上点毒液 射中动物之后完命追 追到它毒发泪滩 再上去补刀 到了一万多年前 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出现了更加精致的 磨制石器 也出现了磨制的箭头 和黑钥匙箭头 更加精致 杀伤力呢自然也就更大了 但是石器的进步 对于弓箭来说 可不单单是箭头的进步 首先磨制石器 可以做成精良的石斧 让人类可以砍伐粗大的树木 这样弓的原材料 从小树枝变成了整块的木料 人类可以生产拉力更大 拉锯更长的弓箭 所谓拉锯呢 就指弓拉开了距离 最早的树枝弓很短 能拉 但是只能拉一点点 不能拉多了 拉多了会断 除了石斧之外 新石器时代还出现了石奔 石销气石刀等等新工具 这让人类对木料进行深加工成为了可能 一个木棍要想成为弓 起码要完成这么两点 一个是弓背部分 就是开弓时朝向把镖那一部分 木纤维是完整的 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 慢慢掰一根牙签 或者一次性筷子 最后一定是弓背部分先断裂 要想做成耐用的弓 这个部分一定不能有断掉的纤维 不然很危险 二一个是弓要中间粗两头薄 这样弓体的弹性才能均匀 开弓的时候 弓体的弯曲不会集中在弓靶中间 回弹的时候 弓的两端不会有太多死众影响回弹效率 这就是为什么 奥兹兵人被发现的时候 他手里的木棍被认为是未完成的弓 这个复原项就很明显 他手里的棍子 背部先为完整 棍子中间粗两头戏 虽然还没有雕刻出挂弦的槽 打磨也不够精细 但是已经可以认定这是一张半成品的弓了 而更早一点的 红木糕遗址出土了更加完整的原始弓 这张弓不仅中间粗两头戏 中间还做出了一个弓把手 因为红木糕出土的比较有代表性 所以这一类单体弓呢 也被称之为红木糕弓 很多地方的人都找到了各自地区适合做木工的材料 比如欧洲人喜欢用紫山木 中国古代呢 喜欢用桑木浙木 对于原始时代来说 衡量一个弓的性能 拉力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生产力的限制 原始部落很难将木料加工成大拉力的弓 比如前面提到的红木糕遗址出土的弓 根据可靠复原呢 这张弓的拉力是42磅 放在现在来看的并不出众 但是已经胜过早期的树枝弓了 进入金属时代之后 把木料加工成大拉力的弓 已经不再是什么问题 弓能够达到的拉力已经超过了人体的上限 这个时候谈拉力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某纪录片设置组 总是以中国古代弓能够达到多少拉力 来衡量中国古代弓的性能 这种做法呢 基本上就是把中国古代文明当成原始人类在评判了 如果是无星的 那也还好 只是不懂吧 这要是有星的 那可能就有对吧 早期的单体弓呢 有的长有的短 比如英国丹麦出土的石器时代弓 就很长 动不动一米八到两米 但是呢 在西班牙等地出土的石器时代弓呢 又很短 动不动只有一米出土 这是涉猎环境决定的 开阔地 当然长弓好啊 威迪娜可以打大型的猎物 但是呢 在丛林里 大弓无一用武之地 穿梭在林地里呢 也不方便 进入文明时代之后 人类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战争 这个时候 威迪娜的长弓 自然成了战场上不可或缺的力量 但是呢 长弓的缺点 也是形而易见的 尤其是当战车出现后 长弓几乎没有办法在车上使用 另外 在草原上狩猎 长弓呢 也不方便 大老远 扛着一根棍子 动物呢 早下跑了 要短 还要让弓拉不断 该怎么办呢 回忆前文 弓最容易断的地方是什么呀 是弓的背部 只要在这里加强一下 不就行了吗 于是乎北美印第安人开始用野牛的金做成牛金丝 用胶水铺在弓背 形成了印第安人独具特色的金背弓 欧亚大陆这边呢 也大约在三千多年前出现了角弓 也就是金角木三种材料为主自成的弓 这种弓呢 射箭圈外 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学家 称之为金角木复合弓 复合弓 但是射箭圈说的复合弓 指的是两头带轮子的现代弓 也就是滴滴鞋里面用的那种 早期角弓比较有代表性的呢 比如说新疆洋海遗址出土的洋海弓 和流行于西亚埃及的三角弓 有意思的是洋角弓的造型 你看像不像一条蛇 这种弓的形象呢 在中原地区也能够找得到 一直到汉朝都很常见 所以呢 带来了一个成语叫卑弓蛇影 角弓出现以后呢 也经历了很多发展 很多地方呢 都发展出了自己特色的角弓 大体上呢 都是以动物的金贴在弓背 以动物的脚贴在弓腹 中间的竹木结构呢 被称之为弓胎 但是脚弓也没有彻底淘汰掉单体长弓 单体长弓呢 依然在使用 另外 还有像日本这样的国家 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竹质长弓 至于弓箭的后续发展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弓箭的发明对人类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有了弓箭 晚期智人开始真正成为 最最顶级的劣势者 他们走出非洲 一切豺狼虎豹 都无法威胁到智人的地位 就连世界上的其他古人类 也在很短的时间内都陆续消亡殆尽 我们可以想象 在几万年前 一个智人部落扛着弓箭出现在苏伊士地匣 他们眺望着眼前的大地 对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希望 视频的最后呢 我来回答一个大家肯定特别好奇的问题 弓箭能射多远呢 其实弓箭能射多远 要考虑的因素是非常多的 拿传统弓来举例 正常情况下 弓配的箭稍微轻一点 一磅拉力配0.5克的箭 比如说50磅配25克的箭 速速度大概能够达到每秒60多米 考虑到空气阻力 最大射程大概是300米 当然平常我们不会用到这么重的箭 我一般配件是50磅拉力 配36克箭 速速度大概能够达到每秒55米到56米 抛射呢 大概能打个200多米 如果说考虑不正常情况 不考虑弓弓的寿命配轻箭 那就远了 比如土耳其有一种专门用来打射源比赛的飞弓 能够打出800米的成绩 还有一些专门用来打射源比赛的现代反驱弓 成绩呢 能够达到1000米以上 但是这个呢 和枪是没法比的 我们一般说步枪射程300米 那是有效射程 不是最大射程 枪械的最大射程是很吓人的 AK47的最大射程能够超过2000米 M16的最大射程能够达到2500米 一些狙击步枪和重击枪的最大射程 都能达到5000米以上 这是没法比的 关于弓箭呢 一期视频肯定讲不完 其他内容呢 以后我们慢慢科普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观众朋友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转发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